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前不是这个样子 现在怎么办 如果你能降服他 就能拿回姜吾大半的法力 降服 姐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这东西这么凶 你让我怎么降服他 他已经被拆到机关了 不会有危险的 自从那次大战 姜吾失踪以后 他一直徘徊在这里 非常可怜 就像失去了亲人的孩子一样 虽然顽劣 但是本性并不坏 你这药在我们那个年代 就属于麻烦 好了 不说这些了 既然你的身体是属于姜吾的 或许可以重新唤醒他 拥有姜吾驱测偶人的能力 我就在门外 有事情叫我 你应该不知道 你是不是也很怀疑 为什么你从膝下变成了敌药 是因为 姜吾为了保护你 背叛了大王 不可能 当初就是他背叛了一两万 他怎么可能保护我 姜吾 如果刘桑说的都是真的 既然你背叛了我 又为何要保全我的灵石 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啊 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啊 这是我吗 我跟您主人长得一样 是不是 爸爸的好大儿 爸爸 爱你 换醒了我 毫无陆迹 小蝶 小蝶 小蝶